早晨买完了菜,总喜欢到城墙上走一趟 这在我已经成了习惯 人在城头上走着,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 眼睛里不看见什么,心里也不想着什么 要不是手里拿着菜篮子 跟我先生生病吃的药,也许就整天不回家了 欣赏小城之春,从欣赏这句话开始 我刚毕业在家不肯出去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在中国电影的评比中 小城之春拿过很多次第一,也有很多次不是 第一的电影往往很有意思 面试的时候无人问津 很多年后被挖出来捧上神坛 像美国的公民凯恩,我们的小城之春 八年抗战后百废戴心 就这份背景的厚重 后来的电影无法比拟 他说他有肺病 我想他是神经病 我没有勇气死 他好像没有勇气活了 这种话在今天还是满满的负能量 要是今天拍这样的电影 不知道能不能过神 我的身体怕跟这个房子一样 坏的不能够收拾 但我们今天拍不出这样的电影 不是说市场被娱乐化占领 而是有心的电影人背负的技能和想法太多 多数人想学好莱坞 做得复杂,学得不像 小城之春是极简的物色人设 简化时空,让人专注 我对1940年代国人斯文没有足够多的认识 无法准确评价这个电影表现出的价值观 肯定和从小净润的红色电影大不一样 小城之春刻画的是没落的乡身家庭 世界观传统又现代 郁文喝醉酒心情荡漾 被拒绝想吃安眠药自杀 李延想成全妻子跟好友 也吃安眠药自杀 像言情剧一样 跟现在的言情剧比 不够煽情,但是含蓄 那时的电影没那么多熟练的套路 怎么拍看导演的文化修养 说的是文化修养,不是艺术修养 飞幕是文人 现在的电影人都谈艺术修养 我从来都很怀疑 中国人跟艺术这个词有没有关系 中国电影的内核 本来应该是自己的文化 李延,你到过四川呢 来,咱们划四川去 就是那个,一只康海八只九 对了吗 一只康海八只九 两口天天,那么大的火 好像你们都喜欢到城头上来 为什么 这只有这一处好玩嘛 沿着陈千走就走不完的路 往城外一看 你眼睛死尽往远处看 就知道天地不是那么小 小城之春就像是中国人的一个精神角落 电影里这是个南方小城 在北京很多年 我仍然认为汉文化的灵魂在南方 为什么现在的中国电影没有灵魂 我猜跟大陆港台的导演都来北漂有关系吧 就是这条疯快 使他有勇气再活下去 流行的电影往往看得过瘾 眷勇的电影往往浸流止水 即使暗流涌动 表面也波澜不惊 我喜欢听风 有风的电影 我会觉得导演有灵性 普通剧组录音师最不喜欢刮风下雨 我实在理解不来 自然的声音明明这么动听 像上次说的青梅竹马 懂得关灯 也是少数灵性的导演 答应我 以后别再瞒着李延见我 画面里风和水和树木的摇曳 空气和阳光的温暖亲切 就是很多人说的以警抒情 你会想说 电影只有声音和画面 怎么会感受到空气和温度 认真看是可以的 小城之春氛围没有达到最佳 一场戏情绪表现到了 就马上叠化到下一场 我不去想象它能不能更到位 因为特定时期电影的生化处理方式 可以看作它们特有的风格和魅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打仗以前 我叫你跟我一块走 你说随便我 我不叫你跟我一块走 你也说随便我 这些话刚才不都说过了吗 我没等你 我没随便你 假如现在我叫你跟我一块走 你也说随便我吗 真的吗 我有一个疑问 小城之春是给电影本身的意义更大 还是给文人发挥的空间更多 它有女性第一视角叙述 混合现在时和过去时 这些都很特别 尤其放在那个时期的电影里 方大哥 你起来再来看它呀 要承认影片先亿后阳 结局仍然是积极的 但也是合理的 经过一次生离死别 就知道感情珍贵 影评人需要一部早期中国电影站出来 小城之春有这个资格 它的故事内涵 放在今时今日都不过时 谷底下的故事